明珠奖金 明珠奖金是由安理公司 安月支付给合资格的直销商的 假如你在同一个月份 亲自或者代推荐三个或以上 达到21%月结奖金水平的直销小组 就符合资格领取明珠奖金了 至于奖金的计算方法 是根据你早内达到21%的第二代 及以下直销商的收放页计算 直至及包括早内出现第一位 合资格明珠奖金领取者 以及他亲自及代推荐的第一代直销小组 将他们的总售货额乘以1% 就是你所获得的明珠奖金了 我们举两个例子 你将会更容易明白 假设你推荐了A、B、C三个直销商 而B推荐了E E再推荐了H 在同一个月内 A、B、C都同时达到21%月结奖金水平 于是你就是一位合资格的明珠奖金领取者 奖金就是根据你早内达到21%的第二代 及以下直销商 即是E和H的总售货额计算 假设E和H当月都分别达到售货额16万 那你就会收到他们的总售货额32万乘以1% 即是3200元的明珠奖金 延续刚才的例子 现在到B这位直销商 他还推荐了D和F 而E也都推荐了G和I 他们全部都在同一个月达到21%的月结奖金水平 这个情况 你会发现除了你之外 B和E也都在同一个月内 拥有三户达到21%的直销小组 所以他们都符合明珠奖金的领取资格 但是由于E并没有第二代的直销小组 所以他不会收到明珠奖金 至于B 他就会收到他的第二代及以下直销小组 即是G,H,I 受货额总和的1%作为明珠奖金 而你也会收到DEF 受货额总和的1%作为你的明珠奖金 由于G,H,I 是明珠奖金领取者B的第二代直销小组 他们的受货额 已经计算在B的明珠奖金里面 所以他们不会重复计算在你的明珠奖金里面的了 这个情况 假设他们每个人的受货额都是16万元 那你和B都会收到三个人的总售货额 48万元的1% 即是4800元的明珠奖金 和领导奖金的发放研究相同 明珠奖金也设有最低收益保证 每一位合资格领取明珠奖金的领取者 都必须保证他对上一位合资格明珠奖金领取者 能够收到他亲自或代推荐的每个21%小组 所产生的最低明珠奖金 金额就是1万分的1% 用回刚才的例子 即是16万的1%等于1600元 同样 这个金额也都会根据每年安理公布的 积分额售货额比例而调整 明珠奖金都是根据业绩发放 不论你是否一位直系直销商 但是假如你达到明珠业绩的时候 已经达至直系资格 你将会同时获领明珠直系直销商的奖项